每個地方都會屬於自己的文化風情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過 台灣男生如果在談戀愛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嗎 這一部國片是當男人戀愛時 就要傳達出屬於台灣男生的台式浪漫 而這部國片是由紅衣小女孩系列的 億萬票房導演 陳偉豪導演他監製的作品 導演是殷正豪導演 殷正豪導演他之前導過一部MV作品 就是《龍豬回逃》 這個MV到現在已經是破一次的典籍了 非常的厲害 那除了是導演兼智人厲害之外 這也是集結了金獎卡斯 由邱澤和徐瑋寧來主演的 那其實這部電影 它雖然是改編自韓國電影 但是在導演的台式美學轉換之下 它成為了一部 非常具有台灣味的改編電影 尤其男主角邱澤 他在片中他可是出現一幕 他就換一套花襯衫的招牌造型 可以說是非常的亮眼 加上邱澤他的台語非常的溜 也很厲害 他在現場還會當起大家的台語小老師 甚至還會幫忙修改劇本等等的 那例如說這個劇組 還會很問他一些古早味的台詞 因為像有些字是只有台語才會有的 這個邱澤他很厲害 他都會 所以也是教大家 教起台語客來了 同時導演也會要求 邱澤在電影之中三不五時 就拿著一隻甘蔗在這邊啃 感覺很像是這十組的台味 台客 劇組也很貼心 就特別準備了新鮮的甘蔗 只要這個邱澤要吃的時候 就現消給他吃 但是也讓導演大讚 這個邱澤的敬業態度 因為其實甘蔗有時候 大家知道有些甘蔗 它還滿好咬的 有些是很硬 但是導演就說 不管這個甘蔗有多硬 只要他還沒有喊咖 邱澤都會用力的咬下去 在旁邊都可以聽到很清脆的聲音 這也讓大家覺得說 邱澤真的是很敬業的 我們就來看看 他在這次新作品裡面的表現 會是如何吧 這部副片是《當男人變愛時》 五千 三千 四千 九重來請 請要少許叫嘛 這次又是怎樣 我這條三千包餅 我一斤 那你媽媽包餅 小肥 我拋你咕嚕就夠了 你咕嚕就不硬 我看了我們就費錢 不需要這樣 我小一歲 好有的男客人就夠了 你喜歡欺負人對不對 就從現在開始好了 好 下賺 下賺什麼賺 請問我會想辦法還你 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 我愛你咧 好 你出門了 你嫌的好心的你知道嗎 你喜歡我對不對 你喜歡我什麼 你又露得了啦 芳芳啊 你要是不好笑 你會想做什麼 阿搐 啊 快要來啊 買花 我要改第 這條子 我一定要拿回來 走這路 那是後面的人有權利 你以為你見我的事在幹嘛 拜託 不要走 請問清楚 拜託 你對我的好 我都不記得 我後四人憑你 我後四人憑你